难道 难道这兵部侍郎 还有假冒的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哭啊 算算你也这么大岁数了 又是个航武出身 你也是浴血沙场 九死一生活过来的 你怎么今天哭得 倒像个娘们儿似的 我哭 我觉得委屈嘛 我史文俊有天大的委屈 马格果实 渲染江场 何所居 可让人家 背着一个叛国的罪名 让人家不明不白的 以叛国贼的罪名 砍了脑袋 毁了我史家三代英明啊 还要累积子孙后代 我 我怎么受得了啊 大人 这么说 你哭得还很有理啊 可你想过没有 你在这儿骂谁听得见 你在这儿哭 谁又能理睬你啊 有什么用啊 你要想活命 要喊冤 你得让外头的人来救你啊 哎 他可是个重要的犯人 不能有半点差错 可是 哎 只有半住香的时间 有什么话 就快说 好 谢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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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公 你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啊 老爷 这是天字号大佬 我不这样 又怎么能进来见老爷呢 那你们快想想办法 救我出去 救我出去啊 老爷 我们师父上下 都想救你出去 可是 这天字号大佬 除了圣上该人 谁又能救你出去啊 那你还等什么 快去向圣上喊冤呢 我们半叔见不到圣上 就是见到了圣上 红狗白雅 又拿什么 让圣上开恩呢 那你们就去找那个老迈昏庸的兵部尚书 找吏部 找刑部 找御史台的大人们 让他们替我说句公道话呀 哎呀 你听我说话了没有 愣着干什么 快去找他们呢 老爷 在老爷出事的当天 我们就挨门挨户的 去登门求助了 他们怎么说 怎么说 今生的这些老爷们 连门都没让去 他们一个个隔岸观火 袖手旁观 满手出面救人 就连一句同情的话也没有 你 老爷 想不到 想不到我士文君 威宝大宋江山出生若死欲血沙场 可是在这 在这紧要关头 却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 看来 看来我士文君 是发了重怒了 老爷 老爷 老家公 你走吧 你走吧 告诉家里人我没事 既然无人相助 既然无人相助 你走吧 告诉家里人我没事 那我就坐着大宋王朝的第一大冤丝鬼吧 你走吧 不 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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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方圆 Dar丈夫啊 rt 炖上俯不能谕血沙场 却坐着天字号大牢的冤死的鬼呀 可我这心里 不服 好爷 不 我不能就这么等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老家公 再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救我出去了吗 只要能救我出了这天字号大牢 让我怎么都行啊 老爷 我今天来大牢 看你就是为了听你这句话 老爷既然如此 老奴将借你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一用 什么物件 战袍 战袍 就是那件你披在身上 在人前炫耀威风的那件战袍 不 那是本帅至尊的荣誉 老爷 你在这儿出不去 什么至尊荣誉都没有了 可是 可是一件战袍就能救我的命吗 老爷 我想拿这件战袍去求一个人 就谁 提醒官宋慈宋大人 这 就是那个只会摆弄死尸烂骨头的宋提醒 是啊 就是那个摆弄尸体烂骨头的宋提醒 十七年来 他凭了无数的言语 不但百姓称道 就连圣上也对得偏爱有加呀 可是 现在只有请宋大人出面 才能查明事实真相 还老爷一个清白呀 可是前几天 文帅还在大街上奚落过他 他不会记仇吧 不会 所以 我就想 借老爷的战袍一用我 好 只要能救我出去 只要能让我出了这天字号的大牢 别说是一件战袍 就 就是让我时髦下跪 我也肯 老爷 既然这样 你就赶快写一纸诉状 然后我去找宋大人 好 你去弄一副笔墨来 快去呀 老爷 俗话说 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呀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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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我明白了 你 你 我明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时候不早了 该歇息了 来来来 鹰姑来了 做什么好吃的了 今天出门啊 刚好碰上一个渔夫 打上一条桂鱼 我就买下了 烧了一个桂鱼汤 真香啊 大人 快别写了 赶紧趁热把桂鱼汤喝了 快吃吧 不行 夫人嘱咐了 说今天您得回府吃饭 鹰姑啊 这桂鱼汤大人喝不成了 我忘了这事了 大人现在是金官了 应该每天回家吃饭的 天色不早了 你们赶快回去吧 要不夫人该担心了 鹰姑 不然 你跟我一块回府吧 对啊 不必了 我还是留在这里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顺便我帮你把公文给抄了 还抄什么公文呢 不 你歇下了 鹰姑 没关系 夫人 你怎么来了 今天 附上来了一个不认识的老渔翁 说他很难得在复春江打到一尾食鱼 就特意给你这个青天大老爷送来 好让你尝尝先 我想你是忙着公务 所以就让厨子烧了一锅汤 给你送过来了 食鱼汤啊 我早就听说了 这复春江上的食鱼汤啊 是未美绝伦 一年都打不上级尾啊 大人 你看你可真有口福啊 你看 这又是桂鱼汤 这又是食鱼汤 这个 真是好事情啊 又是鲑鱼汤 又是食鱼汤 我们宋大人有口福 对不对 闻起来就知道好吃 不头照 这是你的手艺吗 我哪会做鱼汤啊 是 是鹰姑做的 是不是啊 鹰姑 是你做的 是的 我知道你很能干的 可没想到 你竟然把鱼 烧得这么好 夫人您别夸我 我这个都是给逼出来的 这些年跟着大人出去办案 少不了要去一些 穷乡僻壤的地方 饭都没得吃 只能自己做 又不能让他们两个 大男人动手 我只能将就着做一些 让他们凑合吃一吃 只是这样而已 鹰姑娘 老爷放任在外这么多年 你一直跟在身边 又能照料他的生活 又能帮他办案子 里里外外的 全多亏了你 给你比起来 我这个做妻子的 真是做得很不够 夫人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在想什么呢 你看这月色好美啊 月色是美啊 可月下的人却在流泪 谁流泪了 pending宿 没有 gak过来 我才过去 in 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大哥 你不止一次 悄悄地出现在我的身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担心着什么 可你我相处这么些年 怎么对我还是如此的陌生 还存有戒心呢 你不是早有话要对我说吗 那你说吧 我 当着这明月晴天 我不说假话 虽然说 我没有非分之想 那不是真的 可我也不会因此而迷失自己 更不会做 任何有损于大人 观生明节的事 其实我把你和大人 都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只要能够追随在大人的身边 我就很知足 我别无要求 哪怕是一辈子 我都无怨无悔 我都无怨无悔 尼姑啊 难得你如此神明大义 看来大哥我 还真是庸人自扰啊 不过我 有几句心里话 一直想和你套套 你说吧 宁姑啊 你我相随大人这么多年了 我看明白了 这大宋王朝 法不言明 律无莫归 贪官无礼 草菅人命 百姓弱者 冤如覆盖 大宋太需要大人这样 既清正联名 又断语如神的提行官了 可大人这些年喜冤禁报 屡屡推翻冤暗重神 还多少无辜以清白 大人也断了不少人的仕途前程 当年 被大人贬了官的吴淼水 不是又是冤家相遇了吧 常言道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差则无土 患害臣服 官场凶险 而我们这位可敬的宋大人 偏偏又是个在行御审刊方面 出神入化 而在官场上却如盲人瞎马 使不得诡诀风云 不觉得如履薄冰 他哪能想到 有多少双恶意的眼睛 在看着他 巴不得他闹出点什么花花把柄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家世风波 儿女私情 也会让人借题发挥 闹得你身败名裂 你我 都是相随大人多年的人了 你知道 大人在我心里是什么 是神 我绝不于惜恶人 伤害于他 我说的不对吗 大人 也是我心中的神明 我也不会容忍恶人伤害他 他